- 各位大家好,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變形之鋼世代傳承系列裡面的 非天狐小隊裡面的Dead End 史鹿 哇,它叫史鹿耶,真的好兇喔,這個名字 那這個包裝一樣是不衛生的透空的設置啦 放到背後呢,它就是可以變成人型跟宅序 那這個盒子呢,就把它拿去支援回收 那這個就是史鹿的知識人型態,造型還不錯,蠻好看的 方方正正的也很有G1的風格 那它的塑膠的質感,目前還蠻紮實的,非常的精緻啦 頭雕很好看,紫色的墨鏡跟紫色的口罩非常的酷 但是這邊有粘到一點池啦 頭可以左右的旋轉,還蠻緊的 而且它的腦袋沒有空調非常的好 胸口的塗裝蠻漂亮的,也有一個小小的狂派標指 那它這個按鈕應該就是大合體的結構啦 那它是可以搖轉的喔 大腿前抬 後抬 側抬 水平旋轉 石蓋彎曲 90度 腳掌可以往後凹,這個是變形的結構,也有接地 但是我覺得腳掌的神裝有點奇怪啦 就看起來沒有那麼的突出 手臂360度旋轉 側抬 二頭肌旋轉 手肘彎曲90度 底下有偷膠的部位,拳頭不能旋轉 那它的背包我是覺得還好啦 不會說很毒物 還OK 它有兩把槍造型是一模一樣的 下面有一些紫色的塗裝 但是這兩把槍是不能合體的有點可惜啊 那能型的狀態下,擺在一起承認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帥似喔 這次這兩隻的變形還真的有一點上耶 那它的上臂一樣都有這個輪胎折點到這邊 那下手臂一樣有這個車門的蓋板 那最重要的就是它們的肩膀都有一個往上合併的動作 真的是有點上 那能型的表現呢,其實都不錯啦 不過這隻的腳底板真的是有點糟糕 看起來就是短短的,沒有那麼的好看 那這個滿賺的背包的確是比較糟糕的一個啦 上一次我在製造的時候,其實它這個車窗可以再折下去 上次我只折到這裡,因為我以為不能再折了,其實可以啦 因為它這個聲音很奇怪 就是好像要亂掉了一樣 那其實這個樣子,它是它背包的姿態啦 那也沒有說比較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變形 刺激開出一堆 一個人會給你 顏色管上下 大概有很多東西 ấn開出一張 這風格 chị 信 我想这个就是死路的跑车形态 造型还蛮好看的 滚动性呢 实实还好 轮胯有上一点银色 车灯有一条一条的是解刻画 也有涂银漆 那这边也有线条的涂装 延伸到后面非常的精致 前面的车窗是亮面的质感 会有一点字面的反射 底盘收纳的也是不错 隐藏的很好 那它的车屁股 我一直尽力了 我没有办法把它密合到位 正常来说这两个脚掌 要把它压到底没错 可能里面这个倒沟 它也是被我压到有点变死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咬住这个卡锌 如果你要把它咬合到位的话 上面这一块呢 就会变成不平整的状态 加上侧面也会再爆开来 那我这个应该是个案了 那它的车尾灯 就没有任何的涂装了 也蛮可惜的 那这两把箱也可以插到车屁股上面 就变成了家常狐狸的车子 那看起来是还好啦 那宅具型它比较一下真的都非常的帅势 那最后一台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来 它应该叫做打直吧 那我们就可以跟切车大神左边的手臂做结合 那应该就是对应到它底盘的卡卷吧 那全部都压进去定位之后呢就可以来解锁 应该就是呀对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呢再把它凹正 应该是这样吧 诶 这边还要再凹 凹到这一边之后 轮胎再把它盖回去 那这个样子呢左手臂就完成了 那这两个枪看你要不要插了 应该是插到这个样子吧 就变成手腕上的一个武器吧 那我们就可以来合体它的左手 合体万能上市 死格也真的好帅啊 那收集合体这些呢就是这么的有趣 一步一步让它合体成完整的姿态 真的是还算是蛮有成就感的 那今天这个变形金刚世代双城系列里面的死路呢 我是觉得做的还不错啦 那你如果要臭时飞天虎小队的话 就一定要买它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哦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